好 帶你來關心 日前有消息傳出 中國有意在送給台灣一隻大貓熊 而台北市長蔣萬安 也表示樂見其成 不過最新消息指出 國台辦打臉 這個是不實的消息 而台北市立動物園到底怎麼看呢 我們先來聽一下稍早的訪問 我們台北動物園 也會透過我們的管道去做了解 那我個人的知道說 我們去詢問的時候 其實我剛剛講 我們所最熟悉 經常來通訊的一些單位 也都並不知道這件事 前面這個訊息是 天上飄下來的訊息 所以對我們來講 本來就不是 舉例來講是 臥龍基地跟我們都已經講好 或者是 國際大貓熊專家 已經指定了哪一隻 針對比較更 扎實的資訊來做討論 那我想也沒有什麼 失不失望的問題了 好 我們可以聽到 動物園表示 其實一直都有和臥龍那邊聯繫 所以當初知道消息的時候 也有不斷的查證 以及和中國那邊的 專業團隊進行確認 不過都沒有任何消息 傳出說有哪一隻貓熊 是確定要送來臺灣 而相關的準備 臺北市立動物園 一直都有在做準備 所以聽聞國台辦的回應 並不會感到特別失望 以上是目前的最新狀況 以上是目前的最新狀況 都沒有任何故事